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就分析这个身体 这个色身呢 它首先它是无常的 我们前两天学刹那生灭 昨天晚上我们也学了科学悉空 用科学的办法分析这个物质 每一刹那都在生灭 它没有任何时候是可以不变的时候 它每一刹那都在生灭 并且就是可以化成 你看所有的物质最后都会化为电磁波 这电磁波是我吗 是吧 这原子分子是我吗 组合起来就叫我吗 是吧 如果一个原子不是你 那一万个一亿个原子加起来 组合起来就叫你了吗 那肯定不是啊 是吧 那首先我们要确定身体不是我 我在哪里呢 那肯定要有所指 这个我到底是在哪个地方 藏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属天 我们要破除这个身见 就是这个肉体 它不是我 它就是一个 我们这个心事的一个躯壳 它就是个肉壳子 肉躯嘛 它是个躯壳 你看能死了以后一口气不来 那个身体还没有完全坏了 但是呢 它不动了 那就是一具尸体了 那个中阴神离开射身以后 这是一具尸体 但有些人死后几天呢 还能活过来 就是他中阴神离开了几天 但是他 也忘了不要他 他又回来了 也有这样的事 死后复生的也有 死后几天几个小时 都有复活的 那就说明这个身体呢 它肯定不是我了 我们先要确认 身体不是我 这个肉体跟我们 跟这个我呀 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丝毫的关系 只是说我们现在活着 那么这个肉体呢 这是我们穿的一件衣服一样 是吧 我们现在都穿着衣服 你现在不能说 这个衣服是我 是我的一部分 不能这样说 是吧 我们都知道衣服呢 衣服是可以脱得掉的 那肯定 肯定不是我了 那这个肉体也是一样 肉体也是可以脱得下来的 是吧 可以脱开的 那你既然肉体 可以脱得下来 那你的绳势可以跑掉 可以继续干别的 那说明这个肉体 肯定不是我了 那并且呢 这个肉体呢 是多体的 它是有很多东西 组合起来的 它是无数的 这个蛋白质 什么微量元素 再细的就是分子原子 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本来就是 分子原子 乃至更微细的物质 就是组合起来的 我们人体呢 首先是细胞 是吧 一个一个细胞组合起来 那每个细胞 它也没有生命 细胞它不是活的 它是靠我们的心思来带动 如果心思没有了 这个细胞 它就不会代谢了 但是可以移植到别人身上 移植了以后呢 别人因为身体是活的 它又可以代谢了 是吧 你看现在科学可以把人的身体移植 那肾呢 移植到别人 如果你不移植的话 它就没有用 因为它是活的 它的心思 既然可以 器官可以移植 也代表这个身体呢 它就是一个躯壳 就像我们这个衣服一样 人体可以移植到别人身上用一用 那说明这个身体呢 肯定不是我的 多体的 它是 多种东西组合起来的 像一个机器一样 组合这一块 它是因缘呵呵的 就像一部汽车 里面有好多零件 你打开 你看里面 是不是 好多好多的 零件组合的 外面再包起来 我们就把它叫汽车 那汽车呢 是有实体的吗 你把它零件全部都拆了 汽车在哪里 你把汽车全部拆开 拆卸下来 汽车在哪 没有 它组合起来 我们包起来 然后外面包个皮 然后还贴个牌子 是吧 奔实的 写上你的名字 你的汽车了 变成你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 是吧 多种物质组合起来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的肉体也是一样 它首先是多体的 它不是整体一个 它不是一个 它是多体的 多种东西组合起来 它也不是长恨不变的 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 并且这个身体呢 也是不自在的 它是重生到世 身不由己的 它这个辛苦 这辛苦的作用下 它就生老病死 这个身体啊 不是我们控制得了的 就像衣服一样 它变旧 是吧 会破 会坏 肉体也是一样 慢慢的它就变老 变生病 然后 老去 然后最后就是坏掉了 不好用了 就像那个机车开了十几年一样 不好用了 就报废了 是吧 肉体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不要只做这个肉 首先肉体肯定不是我了 那我们就想这个我在哪里呢 可能这个心是我呢 那现在我们就要分析这个心时是不是我呢 心时就分成四个部分 这受 想行事 那佛陀呢 一般我刚才学过了 那么我是长衣 然后是自在 三个特点 如果它是变的东西就不是我了 那我是不变的嘛 还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我还要有自在性 有主宰性 如果这个我没有主宰性 那就也不是我啊 没有主宰性的东西呢 就像 就是那个墙上的影子一样 它是没有主宰性的 它是完全被操控的 是吧 幻化的影子 它没有主宰性 因为我应该有主宰性的 但我们平常都觉得 我有主宰性的 你看我要干嘛 我想干嘛就要干嘛 其实呢 你是真的是你自己主宰吗 那我们的许动爱乐 我们自己能主宰吗 那我们的痛苦 我们能主宰吗 那我们自己的各种感受 还有各种妄想 还有各种行动 还有各种分别心 我们现在能主宰吗 谁在主宰这些东西呢 那 我们好好想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